耶利米书第五章 你们去走遍耶路撒冷的街道 到处观察留意 又在城的广场上寻觅 如果能找到一个行正义 求诚实的人 我就赦免这城 城里的人虽然指着永活的耶和华起事 其实他们起的事是假的 耶和华 你的眼目不是要看诚实的事吗 你击打他们 他们却不觉得伤痛 你摧毁他们 他们仍不肯接受管教 他们板着脸 脸皮比磐石还硬 总不肯回转 我说 这些人只是贫穷小民 为人愚昧 他们不晓得耶和华的道路 也不明白他们神的法则 我要亲自去见那些权贵领袖 跟他们谈谈 因为他们晓得耶和华的道路 也明白他们神的法则 谁知 他们竟一起把恶折断 挣脱绳索 因此 狮子必从林中出来袭击他们 旷野的财狼要杀害他们 豹子在他们的城边窥死 出城的都必被撕碎 因为他们的过犯众多 被盗的事也无法数算 为什么我要赦免你 你的儿女离弃我 指着那些不是神的启示 我使他们饱足 他们却去行营 一起挤在祭院里 他们像饱石的马 情欲奔放 各向别人的妻子私教 我因这些事 怎能不施行惩罚呢 像这样的国家 我怎能不亲自报复呢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要走进他的葡萄园里 施行毁坏 但不可毁灭他的之子 因为他们不属耶和华 以色列家和犹大家 待我实在太奸诈了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他们不信耶和华 说 他不会做什么 灾祸必不临到我们 我们也不会看见刀剑和饥荒 先知不过是一阵风 主的道也不在他们里面 他们所说的 必临到他们身上 因此 耶和华万君之神这样说 因他们说了这话 我必使我的话 在你口中成为火 使这人民成为财 或要把他们吞灭 以色列家 我必使一国从远方来攻击你们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那国历久不衰 从古就有 他们的言语你们不懂得 他们所说的你们不明白 他们的剑囊像敞开的坟墓 他们尽都是勇士 他们必吞灭你们的庄稼和粮食 吞灭你的儿女 你们的羊群牛群 以及你们的葡萄和五花果 他们也必用刀剑毁坏你们 所倚仗的坚固城 就是到了那时 我也不把你们完全毁灭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将来如果有人问 耶和华我们的神 为什么向我们行这一切事呢 你就要对他们说 你们怎样离弃我 在你们的土地上 侍奉外族人的神 你们也要在不属 你们的土地上 照样服侍外族人 你们要在雅各家宣告这事 在犹大传扬说 愚昧无知的民啊 你们有眼不能看 有耳不能听 你们应当听这话 你们连我都不惧怕吗 在我面前 你们也不战惊吗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以沙做海的疆界 做永远的界限 海就不能越过 波浪翻腾却不能漫过 怒涛澎湃 仍无法逾越 可是 这人民竟存着 顽梗悖逆的心 背我而去 他们心里也不想想 我们应当敬畏 耶和华我们的神 祂按时赐予 就是秋雨春临 又为我们保存 定时收割的节令 你们的罪孽 使这些都离开了 你们的罪恶剥夺了 你们的幸福 在我的子民中 发现了恶人 他们好像捕鸟的人 敦服窥探 装置网罗捕捉人 笼中怎样满了雀鸟 他们的屋里 也满了诡诈 他们就因此财雄势大 他们肥胖光润 做尽各种坏事 他们不为人辩护 不替孤儿辩屈 使他们获益 也不为穷人申冤 我因这些事 怎能不施行惩罚呢 像这样的国家 我怎能不亲自报复呢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恐怖害人的事 在国中发生了 先知说假预言 祭司凭己意 把持权柄 我的子民 竟喜爱这样 到了结局 你们怎么办呢 黄西华 你怎么办呢 走了